早 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的23章 这一章开始讲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 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讲了七句话语 第一句是 父啊 赦免他们 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耶稣挂在十字架上 受着极大的痛苦 他却挂心别人 为钉他人祷告 包括犹太人和罗马人 耶稣是清白的 却受到不公平及惭愧的对待 然而 他还是求神奢免那些伤害他的人 给我们留下了好的榜样 我们受到伤害 有时 自己也要负上责任 或许自己先有错 留把柄 别人才攻击我们 但耶稣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 却要受极大痛苦 我们受委屈 却不至于死 但耶稣却要受死 而钉蛇之架是寄资残忍的死刑 这死刑不会叫人立刻死 而是慢慢的死 而在死的过程是十分痛苦的 耶稣受这么大的冤枉和痛苦 却求神赦免那些还未知错和认罪的人 耶稣这样祷告 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因离弃救主的眷顾 将会遭受审判 很多人会上命 耶稣并不因自己被拒绝及无辜受苦 而希望害他的人快点遭受报应 他反而希望他们不会受冰灾的苦难 我们受冤枉 不要求报复 应该交给神 由神为我们申冤 审判与否决定于神 报应的责任是神 不是我们 我们的责任是饶恕 什么时候我们难以饶恕 我们将梦想主耶稣的受苦 耶稣不单只是受肉体的苦 他在十字架之前和之后都受人嘲笑和戏弄 从光掌 冰钉和跟他一起被丢死架的犯人都在计较住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求父圣免那些钉 他十字架人时 旁边有两个犯人都听见了 这两个犯人都是罪有应得 而他们在十字架上 距离死亡只剩下数小时和数分钟 就在断气前的少许时间内 其中一个犯人接受了主 求主耶稣已在德国的时候纪念他 耶稣回应说 今日你要和我同在乐园里 这是他在钉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二句话 留意主说 今日 什么时候接受主就马上得救 不用再等 这个人把握最后一口气去接受主 一扎断气以后 不去阴间 而是去乐园 耶稣说 你要同我 表示有耶稣的同在 这个犯人以为要等到耶稣德国降临之后 即使耶稣以王的身份回来时 甚至不用等很久 去乐园那里 今日就发生 乐园是救赎的人在最后审判前的安息处 是为所有信靠主耶稣而设的 所以今天我们学到宝贵的功课 耶稣求父是为他们的原因 是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我们所犯的许多的错误 都是在不晓得情况下犯的 其实讲等人 立定耶稣在十字架都是故意的 但仍是在不晓得情况下 他们期待米赛亚来临 却不晓得是耶稣就是米赛亚 神回应了他们许多年的祈祷和期盼 但他们仍是不晓得 他们还以为他们是替天行道 斩除冒牌米赛亚 我们也会在糊涂中犯错 期待赦免 所以我们也要老恕别人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乐神赐福 听他坏的人